经常有人给我留言说 既然你家房贷压力那么大 你为什么不把房卖掉呢 是啊 为什么不把房卖掉呢 因为我卖不掉呀 我们那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房 哪哪都是房 真的 就算哪天有位好心的大哥 突然想不开了 一下相中我那套房 那我也卖不了 因为我家那套房 一万六买的 银行贷款一百多万 以现在这个房价啊 就算是我最高了卖 我卖它六千一瓶 八十一瓶米 我最多卖个五十万 就算是买家的全款付给我 给我五十万 可我欠银行一百多万呢 我把这五十万还给银行 我还欠银行五十多万呢 而且房还没了 你说我怎么卖呀 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办法 全想过了 目前就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 这好日子还得后总呢 所以目前只能咬着牙啊 继续当那个银行的奴隶 好好挣钱吧 别无他法 所以今天继续卖货 卖南昌拌粉 我有个朋友啊 突然间他们小区 就今天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出不了门了 方门都出不去了 所以就等着人家送了一个 蔬菜打理包呢 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情形啊 有必要在家里囤一些快餐 就是方便面呢 这类似的快餐 所以今天还卖这个拌粉啊 就跟方便面一样 虽然调料里头也尽是科技鱼很活吧 但比起爱卖确实吃饱的很重要啊 味道也确实很好 我没少吃 而且我之前卖过 它的复购率也很高 很多人就吃了好吃 再回来继续买 它里面有七种药包 很多种药包啊 我觉得这个辣椒可以不用放了 这个辣椒没必要 因为本身它里面那个烟菜 还有炒萝卜里头就带辣味的 如果你现在这个 售价的地区还能发快递 可以囤成几包 保持期半年呢 就在评论区那个购物车就能下单 好了 咱们晚上直播见 不见不散 咱们晚上直播